他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公开念课文者简讯 成为大选分手擂胎 景点场面 右边画面的朱立伦 一度Cue侯友宜 要讲清楚那个他是谁 根据网媒报导 念简讯放大绝 就是朱立伦建议 在受辱之下 在被曲解 或者在被误解之下 所要做的一个澄清的动作 朱立伦没否认 要侯友宜念出简讯 对柯文哲脸书常文 还在谈让几%争议 更是不以为然 如果从头到尾都坚持 自己会赢 非我不可 那就是把小我放得很大 从战友变对手 国民党甚至开始操作 弃保柯文哲 并点名合作破局 最大战犯就是黄珊珊 国民党也一直在 我们的团队里面 制造那个组合派 组战派 我倒觉得让黄珊珊 一个人去承担 那什么战犯的这种罪名 就是不必要的 外界有解读说 战犯是黄珊珊 你怎么看 你认为只是一个人吗 是一群政客嘛 宋楚瑜替袭日子定命暴躯 直至关键破局 绝非一人所为 蓝白破局 双方都说委屈 一封简讯揭开所有算计 三连新闻 众和报道